作词 李宗盛 我们一起来三清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开经计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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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甚深微妙法 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缘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 各位怜友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今天定宏很欢喜 与各位进行两天的 淨土在人间的佛法研讨 这个主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讲题的一个续集 因为很多人谈到淨土中 都是觉得要临终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好像我们在这个世间用不上 其实对于淨土中 没有深入去了解 先有这种观念 那我们今天想着重所谈的 是如何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来落实淨土法门 淨土是在人间的 不是在阴间的 不是说你做三次是念阿弥陀佛 超度他们的 就这么简单的 是我们人间 给我们人来修行 我在这里 当然要跟大家 还是讲一个故事 就是淨土三经之一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 所讲的一个故事 淨土相对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来说 它是叫做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就是那边 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那么我们首先 当然要明白 这个世界是苦的 是无常的 是空的 这个是对于大乘 小乘 学佛者来说 都是应该有的观念 这个观念不是消极 是一个事实 比如说人 一定是有生老病死 你说 你不想老 因为老很苦 那么不老 不老不行 不老就变成要早死 所以一定要老 那么老一定会苦 那么病 也是苦 到我们走的时候 更加苦 那么佛法 将这个苦的根源 为我们找出来 就是因为迷惑颠倒 不知道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 就会起很多的疑惑 迷惑 然后造业 受报 在受报的过程中 我们往往就会迷得更深 就越迷越深 到最后 没有办法 开不开 醒不过来了 其实 我这里讲的 《观无量寿经》的这个故事 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代表 是佛在黄舍城的时候 发生的一个故事 黄舍城 当时的国王 叫做贫婆娑罗王 他的皇后 就是韦提希夫人 他们两个的儿子 叫做阿赦西王 阿赦西当时做太子的时候 就听了提婆达多的调术 判议他的父母 想去谋夺王位 就将他的父皇 贫婆娑罗王 幽闭在一个七重室内 那个密室有七重的关 在里面闭关 然后所有人都不允许 去见这个国王 就想将国王 监生饿死 这个皇后夫人 韦提希 就很悲痛 想到大王 没有东西吃 所以请示 可不可以去探望 这个阿赦西王 当时他就谋夺了王位 出于人情 父母 所以就同意了 结果韦提希夫人 就把身体洗干净 然后将一些酥物 和干的面食涂在自己身上 然后穿上很壮严的衣服 然后秘密地进入物室里 去供养国王 这个时候国王 吃了这些面食 和物汁 非常之精神 他就把他拿着口 然后很合掌 恭敬地向着灵溝山 就是奇舌 挖山 叫灵溝山 当时世尊 经常在那里 讲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也是在那里 讲的 《无量寿经》 也是当时 世尊在灵溝山 那里 但是 世尊不是在灵溝山 讲 是什么呢 是飞到皇宫里面 对韦提希夫人 讲的 当时 这个国王 就遥礼世尊 还有 请求 大牧见年尊者 是我的亲友 对我是非常之爱护的 愿 佛 和大牧年尊者 慈悲 能够来受我八关再解 像今天这样 大家受了八关再解 当这个国王 一请求 这个时候 牧见年尊者 已经用天耳听到 这个请求的声音 就好像鹰一样 飞到国王的密室里面 因为大牧见年 是阿罗汉 他有神足通 而且是所有弟子当中 他神通第一 于是每天 穆结年尊者 就为国王 飞来 受八关再解 而且 世尊 佛陀 亦慈悲 派遣 附流纳尊者 为国王 讲经书法 亦都是飞过来的 经过三七日 二十一日过去 因为 这个韦提禧夫人 天天都拿这些蜜 蜜 蜜 去供养国王 还有 国王天天文法 发起充满 所以 蜜色都非常饱满 很精神 阿罗汉 阿罗汉 有一天 就问起 这个守门的人 说 父王 现在 还在不在世 守门人 就说 大王 国太夫人 每天都生涂炒物 然后用这个来供养国王 沙门、穆建廉和库留纳 每天从空而来 为国王 来供养戒 说法 我都没办法禁止 蛇世王听到这个时候 大怒 就把怒气转移到他母亲 说我母亲是个贼 沙门这个恶人 竟然用这些幻術 来迷惑我们国人 使得这个恶王多日不死 你看大亦不道 竟然就要拿着利剑 想去害他自己的母亲 这个时候 朝中有一个神子 叫做月光 他是聪明多智 很有智慧的 他和奇婆 又是一个大神 而且是精通医术的 神医来的 向着阿赛世王 作礼 就说 大王 神听闻 过去的经论上说 在结初以来 佛经里面说 我们人是从光阴天下来的 吃了这些土地的粮食 因为起了贪心 所以飞不上去 就留在地球上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结初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恶王 为了贪各位 杀害他们各自的父亲 有18,000 但是未曾听闻 有人竟然会害母亲 因为母亲的恩德都超过父亲 国王今天想要做这些杀益之事 是污毁了我们的策利总成 因为这些贵族国王是策利的阶级 印度对这些总成阶级非常重视 用这个来劝监国王 然后这两个神子 说完之后 就以手按剑 慢慢后退 就要离开 因为这两个神子 是亚舍西王的众神 所以亚舍西王 听到他们的说话 就很恐惧 就对着奇婆说 你现在不想做我的神子了吗 奇婆就说 大王 国王 请慎莫害母亲 千万不要害母亲 最后圈甲 国王听到之后 就只好忏悔求救 于是 就写了利劍 就不会再害母亲了 但是 就派人守住内宫 将母亲幽禁起来 也不允许她去见她的父王 这个时候 韦提希夫人被幽禁起来 非常优秀 潮嘘 他们都是 虔誠的佛教徒 韦提希夫人 只好在内宫 向着灵构山的方向 向佛作例 然后对着灵构山就说 说如来世尊 在过去的时候 经常都派遣亚难尊者来慰问我 我现在非常优秀 世尊 你威得很重 但是我没办法见到你 愿你能够慈悲 派遣牧连尊者 亚难尊者 来跟我相见 说到这里 就泪如雨下 结果一抬头 这个时候 世尊正在灵构山上 已经知道 韦提希心念了 因为 因为佛有圆满的他心痛 就立刻派遣大目见连尊者 和亚难尊者 乘空而来 那些大神通 真的令人羡慕 就从空中的空降下来 降到这个来宫当中 而佛他本人 因为佛有私道尊严 他就不用这种非空的方法 他就不来 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在灵构山上隐没 然后就在皇宫中出现 还比目见连 阿里昂尊者还要快 结果 韦提希一顶礼一抬头 世尊已经站在我面前了 身色紫金 坐着百宝莲花 木连尊者在左 阿难尊者在右 而且有很多色凡 这些天人胡法 在虚空之中 抱与天花 降这些天花语来供养 这个时候韦提希夫人 见到世尊 非常感动 哭泣向佛顶礼 然后向佛请教 说世尊 我过去世中犯了什么罪 为什么会生了这个恶志 大亦不道的恶志 而世尊又是什么因缘呢 竟然和提婆达多为眷属 因为提婆达多是破争 自己自立为佛 立五邪法 等于是反叛 你看看 实际上有这些冤親債主 所以韦提希夫人就问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 真的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有冤親債主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想不通 韦提希夫人就想不通 请教世尊 韦远世尊为我讲说 无忧老处 我当往生 不落严佛提 俗恶世也 我已经很掩误这个严佛提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五族恶世 你看看 我身为 郭泰夫人 竟然都会遭遇这种不幸 有没有一个无忧老处 有没有一个世界 可以无忧无虑 很快乐的地方 我很希望往生到那个地方 请世尊为自己慈悲开道 这个时候世尊 从眉间放肛 奇光金色 遍照十方无量世界 这个佛用这种大神通显然出来 然后将十方无量世界都显然出来 给韦提希夫人看 每一个国土 每一个世界里面的六道 里面的天公 那个土地 那些诸佛各土 那些功德庄业 通通就显然给韦提希夫人看 那么韦提希看完之后 哇 这些诸佛各土 非常清静 而且都很有圣大的光明 而我希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各土 我希望世尊教我如何来收 这个就是世尊将要为韦提希夫人 说如何收往生净土的缘起 这个也作为我们这一堂诸佛的缘起 这个韦提希夫人 因为遭遇到宫廷政变 遭遇到不孝子的这些苦恼的折磨 所以就对这个娑婆世界 产生了掩雾 厌离 其实我们每个人 可能未必有韦提希夫人 这样不幸 但是一定会有苦恼 比如说爱别离 国王和韦提希夫人 是非常好的夫妇 夫妇之间要别离 比如说冤真会 亚蛇世王 亦子冤真会 冤家对头 比如说求不得 想要得到的事情 所希望得到的 这些待遇 这些人 物往往都离去 还有我们身心 五阴慈性 那种慈性就是 不断地受煎熬 所以人必定有这八福 刚才说的爱别离 冤真会 求不得 五阴慈性 再加上生到病死 这个叫八福 八福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业力 发言经里面 说给我们听 应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做 整个法界 这个宇宙 所有的角途 所有的世界 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为心所现 为色所变 它就是你的心上 这个角途 这个宇宙 这些人事物 就是你自己心所现出来的上 好像梦境一样 请问梦境是怎样来的 梦境就是你作梦的心 变现出来的 作梦的心之外 找不到梦境 心外无境 梦境外面 也找不到心 因为那个境就是那个心 是你的心所变现的 所以境界就是你的心 你想知道你的心是怎样的 就看境界 那个就是你的心 因为我们心里面 是善恶夹杂 所以就燃出善恶夹杂的世界出来 有苦有乐 假如我们的心是纯恶无线 那就燃出地狱的境界 纯苦无乐 善有善部 恶有恶部 都是为心所燃的 假如我们的心 纯善无恶 那就燃出天道 天有二十八层天 一层被一层于属性 乃至我们如果能够观察 那个世间 苦空无常 因缘所生化 当体即是空 这样去观察思维 然后能够断除我们的贪爱 断除 见思烦恶 那就能够 燃出 声闻 阿罗汉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 行六道万行 从空出假 了知一切众生 当体是空 但是能够发菩提心 尽未来制 救度众生 去行菩萨道 这样我们现出来的 就是菩萨的境界 如果我们能够 生平等心 了知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一切万事万物 当体就是真如本性 平等一生 这个就是佛的境界 所以实法界就是遗心 应观法界性 一切遗心做 既然一切遗心做 我们如果觉得 现在变现的境界不好 我们所生的五族恶世 是遗土 污遗的国徒 充满着贪嗔痴 这些烦恼 杀到人这些恶业 充满着灾难 危险 种种的不如意 我们就要转我们的心 能够转心 就能够转境界 这个是怎样转呢 观无量寿经里面 就教我们一个方便法目 就是观察思维 西方极乐世界 将你的心念 从五族恶世移开 移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慢慢就将这个五族恶世的 这个心 就淡忘了 这个心是什么心 是烦恼心 不要用烦恼心 要用念佛的心 就能够转疏破世界 违极乐世界 在中风三次系念里面 有一句话说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淨土 淨土即此方 此方就是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即是淨土 淨土即是在我的眼前 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专题 就是心淨则佛陀正 因为各土是为心所言的 你想要得到清淨的佛陀 一定要受清淨心 清淨心是什么呢 就是智慧 用智慧观察 一切各土万事万物 只不过是你的心中的上 是一个影像 没有真实的 全部是虚妄的 这就是波也智慧 在《维摩吉所说经》 《维摩吉经》里面 第一品 《佛觉品》是这样说的 依佛智慧 你能够依佛的智慧 就是波也智慧 观 这个万事万物 所谓 即空 即假 即忠 第一二底 什么叫空呢 因为是因缘所生化 所以当体即是空 就好像我们的肉体 以肉体作为一个例子 是因缘所生化 有四大合成 哪四大呢 所谓地水火风 地就是坚固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骨头 你的肉 水就是流动的 液体 比如说血液 汗液 体液 尿液 什么液 都是水 火大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体温 温度 风大是我们的呼吸 假如这四样东西 有一样东西 没有了 这个人 就不是叫活人 所以 一定是四大合成 合合在内 一样都不可以缺少 那才是一个活人 既然这四大合成 每一大都不可以代表这个人 他是因缘合合 用现在我们医学来说 好像我们人 有四肢 有五臟 六虎 这些皮肉 等等 合成 那请问 哪样东西 可以代表 我认识并本人 你说 应该是 心臟是最重要的 古人都认为心就是自己 心臟是代表我们 其实 现在医学发达到 连心臟都可以移植 假如 用一个张三理四的心臟 移植到我定宏里面 我的身里面 我现在叫做定宏 还是叫张三 还是叫理四呢 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 那个都不是 这些全部合成了 才叫做色定宏 拆开了 这个色定宏就没有了 所以 色定宏是一个假名 这个肉体 就是一个和合的假常 不是真的 所以 当体即控 你如是观察万事万物 你就不会有执着 生老病死 都是因缘 在合散 其实 你在里面 心感情 心分别 比如 月亮 本来就是 初一的时候 最小的 十五的时候 最圆的 从古到今 都是这样的 但有些人 看到初一的月亮 就流眼泪 看到十五个月亮 就笑容满面 其实 月亮本身 有什么 休息 根本没有 所谓的忧虑 欢喜都没有 是你们自己的心态 在那里 执着它 分别它 所以变成 万水千山都总是情 其实 万水千山 他其实没有情 是你人有情 你看万水千山都总是情 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空的 这个智慧 阿罗汉都有 佛当然都有 而菩萨比阿罗汉更高的就是 他能够从空出假 不单只看空的这个方面 他还能够看假有 这个方面 他确实是有 因果的循环 相逐 所以万事万物就会出现 这个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 菩萨会知道 他还是空的 比如说梦境 请问大家都发过梦 请问你昨晚如果发过梦 那个梦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你说是真的 真的怎么可能是梦 怎么会是真的呢 你说是假的 我明明发了个梦 怎么会是假呢 所以说真又不是很对 说假又不是很对 是真假不易 不易就是一体的 梦境是亦真亦假 所以不可以单独说是真 亦都不可以单独说是假 所以菩萨能够明白 他本体是空 空才是真的 但是亦都不妨 有这些假相的产生 梦境确实会有 竟然有又怎样呢 有就可以随顺众生 帮助众生从梦境里面 醒过来 菩萨一般用的方法 就是讲经说法 开始 令众生能够觉悟到 原来我在发梦 很多人在梦中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发梦 偶然可能会有些人 比较清醒 梦中还知道自己做梦 这个人比较清醒 其实我们现在 就在做梦 你知道吗 菩萨来为我们说明 这个就是梦 要我们醒过来 醒过来 这个人就叫做开悟 开悟 梦境还在这儿相逐 只不过你在梦境当中 知道做梦 这样叫做开悟 如果是正果了 断了烦恼了 梦境就转了 转成 好像凡夫境界就没有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阿罗汉境界里面看 这个世界不会有六道轮回 所以菩萨看这个境界 就是正土 所以能够依佛之威 只能见佛土清正 如果没有依佛的智慧 那就见到我们这个角度充满着 探陈次 充满着灾难 自己有很多不愿意 人生不如意事 十上八九 为什么不愿意 因为你有意 你有意 就是有不愿意 如果你放下这些意 这些意就是分别执着 那怎么会说不愿意呢 所以《维摩吉经》里面有说 除智慧正 则其心正 有了智慧了 心就会清静 因为它不会有那些分别执着的烦恼 你对我爱也好 恨也好 我都如如不动 知道是假的 做了一场梦而已 心就清静 若菩萨欲得正土 当正其心 随其心正 则实土正 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 菩萨想要得到正土 怎样得到呢 当正其心 因为国土是你的心所显然的 你将你的心清静 你就能够转为土为正土 能严经上讲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如来和我们众生不同之处 就在他能够转境界 我们是被境界所转 比如说 你今天遇到人 比你面色很难看 你心里面就门门不朗 这个就是被境界所转达 这个境界本来呢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是你自己的心在那里分别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有一个美女在你面前 对于男子来说 一个美女在他面前 他眼睛就灯得大大的 认为这个是非常妙好的一个相 但是对于一个女子来说 他就生起妒忌心 认为这个是我的冤家 是我的冤家对手 你看两个人见到同一样东西 同一个美女 两个人心情是不同 一个人欢喜 一个人憂愁 如果这个美女走到池边 那个鱼就沉下去了 那个大眼就跌了下来 沉如落眼 其实那个鱼沉下去是害怕她 不是觉得她好看 如果是收不正观的人 不正观就是观身不正 这个观法是对致淫欲 爱欲的法路 往往我们因为被外面的这一层皮 所迷惑 以为那是一个美女 其实那个皮里面包的那些东西 是很臭的 你想想想 她吃下去的那些东西 无论吃得是多香味的食品 萝卜出来的那些都是臭的 对不对 美女也一样 不是说美女 吃了进去就变成 萝卜出来就很香的 不可能 虽然你是茶枝 抹粉 茶到全身香噴噴 萝卜出来都是臭的 所以收不正观的人 他就会能够观 这个身体就不正 大致道论里面说 三十六种不静物充满 你看里面 五藏六虎里面那些 有屎 有尿 有那些种种的体液 种种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 所以 外表那一层皮 往往很容易迷惑 那些愚痴的人 包括自己 所以我们八观齿界 今天有一条什么 叫做 不着香花曼 不香涂身 为什么呢 叫你 平时你如此不要紧 今天这一日就要聪明一点 知道这个身体就是臭胃 没有什么必要 想办法庄业它 观身不正 放下身体 身体不是我 是四大 假合之身 你如果不认为它是我 你就自己找罪手 它四大不调 它有病了 你就很辛苦 所以你要看破它 看破它 当然不是要自实 不要要它 不是 要借假收真 用这个假身 去收我们的真身 真身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是我们的法身 好了 所以收这个不静观的人 看到这个美女 他知道那是一个行动厕所 对不对 是行动厕所 因为不断地都排出来的东西 所以 这个 不同 如果是一个 阿罗汉 阿罗汉已经是正德我空的人 知道一切法都是无我 他看见这个美女 知道它就是一个空的上 本空的 而一个从空出假的行菩萨道的菩萨 来看它 它是作一切缘起的观察 知道这个美女的存在 这个缘 会带起十法界染症的缘起 十法界包括六道和四性法界 染就是污染 由烦恼起来 就污染 譬如说 那个爱欲好心的男子 看见这个美女 他就生起欲望 而引起将来的 这个六道里面的 这些烦恼的缘起 将来就会有烦恼 六道轮回的果报 而阿罗汉见到它是空 这个缘 引起它一种空观 而能够生起智慧 所以 同一个缘 同一样东西 它可以带起十法界的缘起 所以菩萨就从缘起来看 如果是佛来看 佛看这个美女 知道当体即是法界实相 因为佛是中观 知道 所有一切法 皆是真如 皆是实相 它不会迷惑在假上 看得是真如本性 你看 随便 说一个人 说一样东西 就可以有十法界 各自的心量 去看得各自的境界 男看的女看的都不同 鱼看的又不同 不静观看的又不同 阿罗汉看又不同 菩萨看又不同 佛看又不同 你说那个美女究竟是什么呢 不可以说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心量 因为每个人心量里面 看的都是不同 一个美女都清静 一个美女都清静 国土也是清静 所有人 所有一切事 一切物都是清静 不会带起你的烦恼 凡是带起你的烦恼的时候 一定是你自己心不清静 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你发脾气 你发怒 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自慰 所以偶翼大使说 竟然没有好丑 好丑在于心 愚人随景不随心 智人随心不随心 假如这个时候 有人骂你一句 看你的心是什么念头 外面境界 骂你的人 是好还是丑呢 没有好丑 好丑是你一念心的分别 好丑是你自己心在分别 其实他当体就是实相 佛体就是实相 阿罗汉体当体就是空 你看他是一个坏人 所以不同在这里 遇人随景不随心 如痴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 看见这样的随景界 哇这个人骂我 好我拿东西扔他 我打他 赶走他 随景 去除这个境界了 他不会去除他的分别心 第二次换另一个人 第二次换另一个人 骂他 他也是一样烦恼 而智慧的人 随心不随景 直接从境界回归到内心 叫做涉景归心 从境界上将心收回来 看自己的内心 我的内心又起什么念头 如果这个念头是烦恼的 我就要去除它 如果这个念头是善的 可以增长 如果这个念头跟智慧 跟实相相应的 我们要念念 去令它增长 这个就是随信佛的智慧 这样就能够令我们的国土清静 起码第一个利益 你得到的就是 这个世界原来没有坏人 个个都是这么好 都是这么善良 那个人骂我 骂我好 帮我消热象 如果他骂得对 更好 骂得对 我正好改正我自己的毛病 有人提醒我 他是良私亦有 不好吗 好 如果他骂错了 骂错了就是烧如像 跟你加福 你知道吗 佛在《遗教经》里面说 忍之为德 一切慈戒 苦行 所不能及 忍辱 这个德 比慈戒 比苦行 那个功德还要大 今天上午我们是 受戒 今天次八关债戒 我鼓励大家 都是有经教的依据 说什么呢 能够一天一夜持戒 就超过你 布施百年 布施四天下的众生 百年 一百年 你看看 你功德多大 一天一夜 你今天就赚了 好了 好了 那你一天一夜 持戒 就这么大功德 那假如你百年持戒 不如你能够忍辱一次 人家骂你 侮辱你 使得你很委屈 你能够心平气和 坦然处之 忍之为德 超过一切的持戒功德 一切的苦行功德 我们百惯渣戒 晚刻不吃饭 都算是一种苦行 不过大家才是 两天两夜 师父是一辈子的 但是这种苦行 都不如你忍辱的 共德大 所以有人来骂你 侮辱你 你要感恩他 你生成这种感恩心 你说你的心 多清静 多善良 原来全世界的人 都是好人 没有坏人 这个世界好美好 所以 随其心静 则佛土静 是不是 都是靠你自己的心 你如果 觉得这个人不好 那个不好 在你周围 全部都是你的冤架 所以你是自己 找罪手 所以 《维摩吉经》里面有说 让人心静 便见此土 功德状元 我们读《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都看到 经文上说 哇 这个 比佛国土 成就与是功德状元 多么美好 我们如果又是这样 收清静心 这个世界 对你来说 就是静土 对他来说 是胃土 对你是静土 你跟他手 拉着手 一个是静土 一个是胃土 你看 他如痴 还是你如痴 有人说 我们学佛是迷信 其实他才是迷信 他迷了 还迷信自己 在胃土里面 所以迷了 还迷信 我们真正 随信佛的智慧 立即就得到 法器充满 所以学佛 一定要这样去体验 去体悟 佛陀讲的智慧 这个经文 如果你只有一把口 在那里读 不去深入 去思维 去体悟 那个意思 并且要用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些经文 对我们没有利益 所以学佛 一定要去落实 落实在我们 待人处事 接物当中 落实 你的静土法 将我们这个世界 变成静土 说到《维摩吉经》 又是一段这样的故事 佛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 就是为了开道舍利佛传制 舍利佛是声闻 就是阿罗汉 他是知道三界如老肉 生死是冤架 他是厌利生死 出来三界 所以他不懂得 一切为心做的 这么深的道理 所以佛和他开解 要行菩萨道 回小向大 不要只是停留在声闻道 只知自道 不能够度众生 要向菩萨学习 在这个世界要度众生 但是你要度众生 自己一定要放下这些法路 要不然你度众生 就能够度 被众生度了 我们一说 有些家庭主父就会心一笑 为什么呢 真的 学了佛之后 想度他的先生都很难度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落实 那个佛法不是只有口 用口去劝人 往往会起争论 我讲我的道理 你说你的道理 我说你迷信 你说我迷信 这个是不能咬的 要做出来 学佛的人 第一 自己没有烦恼 第二 可以用我们的善心 我们的慈悲心 转化他人 让他人一样跟我同入佛土 清静的淨土 这样才叫做行菩萨道 要自己真正要克制自己的烦恼 断除烦恼 要不然你的底势 你的先生是最熟悉的 所以想骗都骗不过去 一定要自己真感 所以一定要随须诸佛智慧 使我们的分别心放下 用清静心 对待一切人事物 这样你才能够转化外面的境界 这些这么深奥的道理 舍利佛尊者 有怀疑 怀疑什么呢 如果菩萨心静 则佛土静 我们的世尊 释迦牟尼佛 他行菩萨道 到成佛 难道他心不静吗 他心很清静 为什么我们这个佛土不清静 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看 有这么多杀盗入网的事件 天天都有人跳楼 而且还有很多犯罪 包括韦提希夫人 你看 三千年前 就有这样的大逆不道的儿子 这些都是不清静的 为什么说菩萨既然心静 则佛土静 我现在在菩萨的佛土里面 但是 为什么我看到他不清静 所以起初怀疑 你看这个独立不容易 舍利佛是声闻里面 弟子当中 智慧第一 尚且有怀疑 大性 不容易入 佛就为他说道理 然后用一个事实 跟他证明 所以佛转法论 先是开事 然后跟他作正 作正转 转法论 三转法论里面 第一 事转 第二 劝转 第三 作正转 佛就跟他说 你觉得这个日月 是不是很清静 你看现在的太阳光 这么美好 晚黑月亮 然后挂在高空当中 毫月千里 非常清静 盲者就看不到 眼睛盲的人就看不到日月 这是日月的过失 还是盲者的过失 舍利佛说 当然是盲者的过失 是他自己看不到 不可以怪那个日月 佛就跟他说 是啊 舍利佛 众生自己有这些罪业 所以看不到如来 国土的清静 也不是如来的过错 是众生自己 舍利佛 我现在这个国土 也是清静的 不过你看不到 结果呢 这个时候 大凡天王就跟舍利佛说 尊者 你莫作思念 认为佛土是不清静 所以者何 为什么 因为我见到 释迦牟尼佛的佛土清静 就好像自在天宫一样 大自在天的天宫 所以大凡天王和人所见到的境界是不同的 大凡天王见到佛的国土 就是大自在天宫 因为他自己是凡天人 那舍利佛就说 但是我见到确实是有这些土幽灵 就是那些山秋 坑 悬崖 荆 荆棘 沙漠 土石 而且有很多遗恶充满 你看看这些畜生 死在沙漠上面 它也会腐难 人体死了之后 它也会腐难 都是为恶充满 大凡天王就跟舍利佛说 是人者心有高下 不依佛为 顾见此土为不正义 你是自己的心里面有分别 所以你没有依佛的这种般若智慧 什么是般若智慧 一切为心族 你知道这是一切为心族 这个就是佛的智慧 你认为外面的境界是真的 不是我的心的影像 所以就会攀越外面的境界 因此就以为外面的境界是不清静 而你不知道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所以外面的境界才不清静 包括高下的分别 就是不清静 比如说 你看到有人 这个是达官贵人 那个是贫民老百姓 甚至是黑衣 对黑衣就产生傲慢 对于达官贵人就产生尊敬 这个就是高下分别 心不清静 所以外界才有这些达官贵人 你们刻意燃在你面前 心和外界的上 是一起起的 也是一起灭的 一切都是这样生灭 我的心一动的时候 境界就会起来 当我心灭了的时候 境界就会灭了 用梦境来说是最容易理解 做梦的心一发起来的时候 梦境就会起来 等到你心到睡眠 就不会有梦了 不会有梦 梦境就没有了 因为作梦的心也没有了 所以这些都是生灭法 除了你的心在生灭 所以菩萨与一切众生 释迦平等 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 都是佛 这样是平等的 所以心心清静 依佛的智慧 就能见佛土清静 这个是讲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怀疑 我现在就心清静了 为什么我看不到如来的那个庄严国土 所以释迦摩尼佛这个时候 就为他示意 他就以竹子按地 他本来是盆坐的 将脚放下来 那个脚趾按在地上 然后即时三千大千世界震动 就立刻变成 无量功德庄严的佛土 一切大众都见到 叹未曾有 好像击落世界一样 全部都是流离宝地 全部那些树 所有的万物 变成真宝 而且佛原来坐在百宝莲花之上 这个时候佛就问舍利佛 你有没有见到佛土庄业 很清静 舍利佛就说 哎呀 世尊啊 我从来没有见到 从来没听闻 原来你老人家的佛土 也是这样清静壮严的 佛就说给舍利佛专者说 我的佛土 常正若此 行常清静就像这样 从来都没有变成为恶果 只不过是为道下劣之人 所以而示现这些各种的不清静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不同 看到佛的淨土就有不同 在佛经里面有说到 比如说水 我们人见到水是河流 而天人见到是流泥 而天人见到是流泥 所以心想就不同 一切发由心想生 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的妄想心 变现出来的 这个就是说到 想要转这个为土为淨土 必定要懂得转我们的心 在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电影 我没有看过 我听人说的 叫做《导梦空间》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看过 《导梦空间》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就是在大脑里面 被人植入一种心片 可以在他的神经里面 辨现出他所见到的梦境 因为在《唯识学》里面说 我们人所处在的世界 只不过是六根所对应的境界 你的眼所见到的是色层 耳所听到的是声层 你的鼻所闻到的是香层 你的舌所尝到的是眉层 身就是束层 束摸 你摸到一件东西 觉得这是硬的还是软的 这是束层 还有意根所对应的是发尘 你意识里面所员出来的那些照片 其实你所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世界就是由这种六层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在理论上如果用计算机的程序 可以在你的神经里面 比如说你的眼神经 你的耳的神经 你的鼻神经 舌神经 新的感触神经 以及你的意念 意念的那种神经 大脑神经 都植入那些讯号 让你似乎感觉到外界的那些讯号 进入你的六根里面的神经系统里面 你就等于活在一个被无意创造出的空间里面 大家能不能够体会这个道理呢 所以现在科学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你完全就可以换一个空间生活 而你的身体其实可以不动的 在那里睡觉 但是你整个人的世界就变了 你又很真实地看到 很真实地听到 闻到 尝到 摸到 甚至想 你的想法都可以被操控 所以整个人的世界是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六根所圆念的六层 已经被模拟出另一个世界 其实我们现在所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都是这样的 哪个无意呢 基督教说是上帝 上帝创造的 他不单止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空间 还要创造那个时间 什么时候到你审判为止 都是他所创造好 就是这样的道理 其实佛教说的就是唯色所变 完全都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绿色所变化出来的 变化出来的所有的这些景象 全部都是虚无 不是真实的 而如此的人 凡夫呢 往往就在这种境界里面 就当他是真的 于是就跟着这些境界造业 见到他好还是不好 然后就开始起各种的心 见到好的就贪爱 见到不好的就要真行 就要对闹 所以才产生造业 而这个造业就等于输入更多的信号 输入我们的第八色里面 变成种子 这个种子将来又会发现出来 又变成新的信号 去刺激你的绿根 产生绿色 然后你在这个绿色的境界里面 你自己所创造的这个梦境当中 然后继续造业 继续投入新的信号 然后信号将来又起来 于是这样就叫做轮回 生死轮回 永远就在你自己业力所变现的空间 梦境里面出不来 所以一切是违心做 我们如果要学违心识观 就要懂得在一切时一切处 随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 就要起这个正念观察 知道就是我的心 所有的都是我心的作用 所谓内心里面的 生的长短 好、恶、好、恶、是非、得失、须、利、有、无、这些知见 通通通都是自己的妄想 无有一真实的 这个用心要很微小 所以大乘的子观法目 收禅定 是要建立这样的大乘之见的基础上去收禅定 现在很多禅定 只不过就是在这里守食观 守自己的呼吸 将心调立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的话 那还是犯夫之见 所以收禅定 怎么收 要知道原来所有的境界 都是你的心 都是你的妄想 而境界 未曾有过妄想 未曾起过分别 是你自己心在虚妄的分别 所以 譬如说 长短 你说这个长还是短呢 如果看过这个的人 就认为那个是长 好长的人 认为这个是短 那么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 喜欢他 你就觉得好 讨厌他 就觉得他不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你可以跟他按一个假名 叫做苦尺 如果不懂 就叫做一个木头 其实都是假名 那这些全部 长短 好恶 是非 都是自己的妄想心 变现出来的 乃至有定无呢 这个东西有定无呢 这个有无 也是你的分别心 所以整个境界 非有非无 非长非短 非好非恶 一切都不可以说 有这样的定论 都是你 为心上神 一切法 为心上神 你如是这样去观察思维 整个世界万事万物 有情无情的众生 这样去思维观察 这个才是大乘禅定 心定在这上面 对于一切法 都不会有 外憎 执着 不需要去起分别 而能够行顺众生 众生认为它长 你就说它长 认为它短 就说它短 认为它好 好是好 认为不好 是不好 随信众生 其实内心 根本不需要 在这些妄想分别 所以 一切法 只是一常 法界一常 法界就是一心 本来无差别 有所差别 都是你自己分别心 是你的意识 意识的作用 就在分别 意识的作用 当人没有了意识的时候 他就不会起这些分别 例如说 你觉得 这个床 睡得很舒服 你觉得很舒服 就是你的分别 因为你平时 睡惯了这个床 觉得很舒服 假如受百分 不能够 作恶 高港大床 可能 你咬一咬 在厅里面 睡沙发 觉得 这个床 很难睡 都是你的分别心 而当你的意识 没有了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分别 什么时候没有了 睡着了 睡着了 没有了意识心 是好还是不好 根本没有这个分别 醒了才有分别 所以 你说 这个世界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 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 是信还是不信 全部是你自己 妄想分别 假如一起这种分别 要随信佛的智慧 要观察思维 要放下它 这个就是真感 想要这一生成就佛道 想要今生庄严佛土 就是两个字的真传 真感 你要真感 真感是真刀真枪的 在一切恶异的境界里面 要练你的心 恶异境界都变成善好的境界 人家来打我 骂我 侮辱我 哭害我 我都是心停气和 不起分别心 这个就是心静 执伐土正 好了 这个是讲到 心静执伐土正 最后我看看观经里面 讲回观无量守经 有些人听到我 这样说 这样真感 说你是容易 做起来很难 人家 人家拿一条军来打你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他是好人 你说这个真是很难 真是难 确实 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分别心 生生生世世轮回都是在那里养这个分别心 一下想他断是不可能的 可能你一辈子都断不到 所以怎么办呢 诸佛而来为我们众生开出一个方便 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分别吗 是 你就用你的分别心 观察这个世界是可厌离的 逐恶的 而观察极乐世界是清净的美好的 生起恩求之心 厌离疏婆 恩求极乐 这样去努力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导委提希夫人 还有未来世一切众生 要观于西方极乐世界 要去观察 怎么观察呢 按照经文去观察 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读经 甚至诵经 诵经就不看经本的 叫背诵 好像无量寿经 很多人能够背出来 你能够读众三千篇 一定能够背 这样反复地去分修 当我们这样常常观察思维 因为佛力加持的缘故 就能够见到西方极乐角度 真的能够见到 为什么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不离开你的自心 这个自心 我们说第八诗里面有种子 佛的种子 这个种子是要通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作为增上愿 我们随着阿弥陀佛的愿力 这样去连佛 益佛 就能够将我们八色田中的种子 带起来 就显然出西方极乐世界 而这个极乐世界 也是我们心中的极乐世界 但是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就知道 一定是有真实的极乐世界 因为如果没有真实的极乐世界 作为我们的真相原来 我们心中的极乐世界 就显然不出了 所以佛教韦提希夫人 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就应当去思维观察极乐角度 这个就是观无量受佛经的缘起 所以佛在经里面 教导韦提希夫人 作十六观 十六观 就是观世方极乐世界 如是这样 佛讲给韦提希夫人说 与及众生应当专心系念一处 上于世方 这个世界有重苦逼老 我们觉得很痛苦 就要严厌 要去系念 专心 一意地去思维 系念西方极乐世界 由于一个 由子思乡 在外面 游荡了几十年 思乡深情 马上都想 想到马上睡觉 都忘了回家乡 这样的思维 能够达到三味的境界 这样 临终 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靠这个心想 是可以想成功的 因为诸佛如来 威神力 可以变入一切众生的心上 只要我们的心 原念佛 和佛的角度 就自然得到佛的加持 感应道教 所以就能够 现前 就看到极乐世界 或者是梦中 看到 临终 可以看到阿弥陀佛 来接人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无量寿经》 看《乌异本》里面说 假如有人 益念阿弥陀佛 一日一夜 不间断者 就是这个心念不间断 好像油纸思香 那个思香深切 能够不间断 这样的话 他晚刻一定会能够梦到阿弥陀佛 甚至能够梦入到极乐世界去游 都有这些例子 《淨土圣言录》都有这些记载 这种人到临命中时 一定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必定可以随佛往生 所以这个心静则佛土静 对于我们凡夫来说 一下子转不过来的时候 怎么办呢 就是用这种方便法门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其实那个世界 也是你的心所显然的 在那个世界 就能够明白自身 禅宗说的明心见诚 见诚成佛 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你的心 唯心静土 本性美陀 你见本性美陀 就是见到本性 往生为心静土 就是明心 明心见诚 跟禅宗说的最正误的境界 完全是一样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个专题先讲到这里 明天还有一堂课 再来分解 多谢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